还引发了火烧车 造成客运驾驶 还有轿车的女乘客 来不及逃生 不幸都葬身火害 而当时的详细情况如何 我们联系给记者詹景成 好 直播我们可以看到 国道路间被追撞的轿车 以及后方的统年客运 被熊熊烈火吞噬 漆黑的夜空人 看得到烈焰浓烟 后方还有多台追撞的事故车 现场零件四散 还可以听到 凄厉慌乱的求救声音 我们可以听到 根据目击民众表示 起火的轿车驾驶 他有逃出来 他说当时他看到 前方有车打横在车道上 他有杀柱没撞上 但正在倒退时 却被后方的统年客运追撞 车子当场就起火燃烧 他有逃出来 但身旁的女性友人却来不及 和客运驾驶一起葬身火海 另外在统年客运上的 其他乘客 他们本来是准备 要到桃园机场出国游玩 却遇到这惊悚的事故 幸好是及时疏散 那这起事故 共造成两人死亡 九人受伤 那包含统年客运 在内总共导致了 六台车的追撞 也导致国道一号的 同屋路段清晨 是大车车 花了一段时间才排除 以上是为了讲到最新情形 向下镜头交换给棚内